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办圣诞聚会 男子办圣诞老人都开心 和冯绍峰离婚后状态好 圣诞节到了 女明星圣诞营业赵来袭 赵丽颖、赵露丝、沈月、吴轩怡 周杰穷纷纷晒涂营业 人眉景美圣诞气息浓郁 还有周杨青家的超大圣诞节衣 也看不到顶 可见周杨青豪宅实在太大了 暗戳戳地训了个妇 赵丽颖晒出圣诞节营业照 还应景地给自己披了电子围巾和雪花 圣诞节气息满满 赵丽颖对镜比叶自拍 真的好可爱呀 完全看不出年龄感 恢复单身后过得依旧很开心 可见其物质条件强大 心态很好 赵丽颖还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型的圣诞party 在圣诞背景下面戴着草帽和眼镜 还给自己披了一个苹果对镜自拍 看起来笑容非常甜美洋溢 在圣诞节的气息当中 赵丽颖完全诠释了一个有能力的女人 离婚之后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滋润的 她的状态非常好 完全看不出来是当妈的人 在赵丽颖的家里 还有一棵非常小的圣诞树 其中一位年轻男子还伴了圣诞老人 逗赵丽颖开心 把图片掉亮之后 可见这位年轻男子和赵丽颖的表弟非常像 不过也不能够完全确认 但是足以可见赵丽颖和表弟的关系非常不错了 赵丽颖成名之后也把表弟叫到自己的身边提携他 还带他一起全世界游玩 赵丽颖和冯少峰和平分手 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没有互相的攻击 力图于以求儿子的共同成长 共同的抚养他们 而且他们在离婚之后也确实做到了轮流带娃 赵丽颖不拍戏的时候会接儿子放学 想想看起来成长得也非常的不错 没有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 赵丽颖还曾经表示 现在自己更加享受生活 会在下班之后一个人去散步 然后喝喝咖啡 去等待着接儿子放学 他还曾经晒出和儿子的合影 想想非常古灵精怪 靠在妈妈身上 母子俩的关系很不错 赵丽颖在离婚之后也没有之前那么拼命 她曾在某平台上经常晒出自己吃喝玩乐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她完全是放松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展示出了自己日常化的一面 另外 虽然赵丽颖和冯少峰没有复婚的可能 但是两个人其实一直像亲人一样 就算离婚之后还可以一起出席聚会 冯少峰离了婚之后 肉眼可见憔悴了很多 虽然名气不如赵丽颖大 但是她因为家境非常好 加上进圈进的早 而且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想来她已经积累了几亿的家产 冯少峰也是非常的负责带娃 之前有媒体拍到她夜晚带着儿子出门看灯光秀 蹲在地上抱着儿子画面温馨 虽然婚姻失败 但是至少两个人现在共同抚养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